郭董哥 我到現在還在奇怪 為什麼國民黨的年輕的一代 還在期望中國會民主化 他們到底是在想什麼 這個台灣會叫西武萬華 連美國都不相信中國會民主化 所以跟他中美貿易戰 然後各種人權的制裁 對他們中國的制裁 因為不可能 他們發現連歐洲很多 東歐國家民主化以後 不管是布拉格斯村 阿拉伯之村 中國根本就搞不起來 這次香港他們看到香港 還有一點點希望在那裡 但是美國又不敢跳出來來干涉 所以我是勸韓國瑜 不要講得這麼悲壯 拿槍捍衛中華民國主權 你只要拿國旗進中國去 我們就相信你 我就要按個讚 甚至替你拉票 甚至不要 你帶那個國政孤團穿國旗裝 你只要穿國旗裝進去給我看一下 真的中國那邊把他當成神經病 這一群人我真的看不出這一群 睜眼說瞎話在哪裡 從紫蘭上陣 從到蘇琪 還有那個做我們國安局局長蔡德勝 吃到那個年紀 我以為穿國旗裝都是辣妹在穿很好看 看他們坐在那邊穿到國旗裝 我真的隔壁都駛起來 你們有本事告訴台灣人 我穿這副衣服去中國給你看一次 一宗個表 九二共識 你睜眼說一下話到今天還在這 各種什麼蔡英文參讀藥什麼所謂的 講的都是他自己講的 你們幹過國安會秘書長 你們幹過國安局長 你們幹過行政院長 你們什麼時候拿個中華民國國旗 踏進中國 沒有 好不容易這次香港緩送中 我們都看見 香港人竟然把中華民國國旗 插在香港上面 街頭上面 拜託你們幾個好學和勇敢 就算去香港好了 不要進中國 哪一個中華國旗插 去香港 進場給我們看一下 人家把你抓起來 送到新疆去 所以有時候看人家在搬這戲 真的講到很快就 蔣宗正講 中華民國完早就滅亡了 你們要知廉恥 這個人坐在那邊就是不知廉恥 你今天還要喊說 小英總統故意製造 是你們搞得大家緊張 又要拿槍又要穿國旗裝 結果呢 結果自己要欺騙自己 每次都是搞這套把戲 今天好像整個台灣 這些總統大選 現在最好笑的 以前的操縱不是這樣操縱 我們看幾十四十年了 這是韓天時報 叫炒根魚魚芒果菜 還剩英文現在用亡國 在操縱 而我們的韓國魚是草根 過去陳水平知道 我們只聽見本土跟外來 只聽見土狗跟貴賓狗 只聽見香港腳 我們是台灣腳 現在韓國魚什麼時候變草根了 變成它是本土的啦 我們現在這邊支持本土人 現在反而變成是外來的啦 嗯呵 acts